这个环境就善 风调雨水 人心不善就发生种种灾病 那么可惜现在一般人他不相信 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迷信 等到哪一天搞清楚搞明白来不及了 世界毁灭了 不相信佛的真实话了 你要承受这个果报 所以这是极不好的 这个极不好的这些不我 有现在讲述磁场 佛法里面讲光 中国内地讲气 极不好的 极我的 你接触到 身一心不安 这几乎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感受 哪个地方人生活能够得安稳呢 都是忧患 忧虑 不知道哪个地方好 都知道灾难要兴起 不晓得灾难怎么形成 这些都是波动的影响 祝福菩萨的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 每个人心地都清净善良 所以居住 医保的环境 那么样的殊胜 西方极乐世界 凡是往生去的 都是上善之人 你心不善 不能去 西方极乐世界 在佛法里面讲 它是一个狠心的世界 阿弥陀佛建立到现在 不过是时节而已 时节在无限的时间里面讲 是很短暂的时间 所以它是个新鲜的世界 里面的人不是土人 是没土人 都是外面移民过去的 移民的条件 阿弥陀佛很聪明 拿移民什么条件 心地善良 心地清净 他选择这些人进去 心地不善良的 不准你进去 随着世界这么美好 不像我们缩佛世界 我们缩佛世界里有土著 没有法子 这些人心地不善 所以说无诸无识 众生造作这么多罪业 诸佛菩萨来劝导 劝华 劝了也未必听 也未必能一交奉险 可是佛菩萨慈悲到了极处 不听也来劝 这个劝告永远不间断 永远不停止 总希望有一天你觉悟会透露 所以真正明白人 觉悟的人 这个环境不好修行 佛就劝你 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是交给我们移民 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搞清楚了 方法也懂得了 我们就有很深的信心 知道自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换一个环境去生活 换一个环境去修行 我们也知道 静虚空变法界是一体 所以移民到极乐世界 然后要帮助这些六道众生 跟诸佛菩萨一样慈悲 一样的有智慧 来教导这些众生 底下一段 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 能与世世在日 对佛菩萨住心圣向前 读世经一遍 东西南北 背游行内 无助灾难 当此居家 若长若幼 现在未来 百千岁中 永里卧去 这个古报太殊胜了 所以有许多人 看到经上这样说了 欢迎